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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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首诗歌我三年前第一次听 是我看张学良一个九十多岁 他讲的信主的一个过程的一个视频 最后就是放这首歌 这首歌是他自己写的 他自己作词他自己作曲 当时我听很感动 然后沈阳的那个圣诞聚会 想让我就唱这首歌 可是最开始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 搞音乐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他这个音乐的这个 不是作曲不是那么整体 但是后来我就越来越觉得 这首歌真是很感人 那个他不是一个音乐家 但是他写成这样我觉得 这是从他内心发自内心的 这首歌一直陪伴着我已经三年了 现在是三年后 那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个 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见证 这已经是我在教会的第二次做见证了 就像我说的 我其实身上的见证不计奇数 而且很多都是大到神 把我从死亡里救出来的那般神迹 不过即使我有见证 我也并不觉得我作为一名基督徒 就比别人过得好 或者比别人过得顺 而是这其中经历神的恩典与平安 去年的这个时候 正是我报考意大利音乐学院的时候 同时又正在演出 在美国我的剧院演出卡门 那个 的一个女角色那个Mitaille 并且准备我八月份即将首演的茶黄女 茶黄女的主演 而偏偏就在六月末 我出了我人生中第二场极其严重的生活 这两次车祸 我除了这两次车祸 我能够活着从车里出来 这已经是奇迹了 但是今天我不是讲车祸 车祸的那个细节 唯一一次受伤就是 我第二次这次受车祸 我手有骨折 骨折之后还要求我做一个手术 到现在你们也可以看到 我手这里边跟我手一样 这边有个很大的挖斑 那对我来说 最让我受打击的 其实是内藏手术 手术前医生说 只需要调整骨胃便即可 一个小手术而已 可这个小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 手术前医生要求我全身麻醉 我百般的与麻醉师要求只局部麻醉 因为马上就要做茶花里的彩排 我的吐子还没有完全背下来 我也不想因为这次手术而伤到大脑 麻醉师答应后 我也心眼看见他拿着牙签那么粗的针 把果冻一样厚的那个麻药打到我的身体内 也是只有麻醉我的房地而已 不过这麻药强到最后 还是让我浑身麻醉 昏睡了过去 使我昏睡了整整次的半小时 没有让我想到的是 这次手术不仅仅伤到了我的大脑 和我的一条右臂 这次手术伤害到了我整个身体 所有的神经与系统 让我这个曾经的运动员 我这个曾经一天可以不休息 连续工作15个小时的人 病得极其虚弱 刚做完手术我还没有意识到身体的变化 只是不爱吃饭 经常无力 而且因为手臂的疼痛 行动不方便 而导致人也开始有一些抑郁 医生不让我开车 怕扭到了石膏下的筋骨 而我为了赶到距离130公里远的区院排练 我用单独一直左手开始 最严重的是 原本我可以短时间内 甚至一个礼拜我背一步合据 这次却让我一直背到演出前的前一天 演出当天原本我妈可以安排休息送我去演出 和临时单位编挂 我自己开始去演出 紧张无比 没有吃好 又把精力放在了开车上 唱到《茶花女》第二幕的时候 我开始感到虚脱 接着是将近失声 并且唱破的对我来说是小菜语人的一个高烟 一个高烟降低 当时我整个人都崩溃了 而且《茶花女》这个角色 换服装的时间特别少 从头到尾都要唱 还有将近一半的歌曲没唱完 我绝望地祷告修神 下给我力量 唱到最后一幕《茶花女》要死了的部分 当时我看其他的演员还有台下的观众都已经开始不累了 因为我是本色演出 因为当时我真的觉得不行了 其实我奇迹般都唱好了 这是真实的奇迹 原本我以为这是挽回我一次失误的奇迹 我却根本没有意识到手术给我带来的打击 以及这次唱歌曲差点失声给我带来的阴影 虽然说我大学本科读的不是音乐学院 音乐也不是我唯一的专业 可是我对于自己的能力自信满满 虽然在美国工作的剧院都不大 但我也是淘汰了好几百个同行品高音 而获得过那些演出机会 我一心想来意大利唱歌曲 完成我的音乐梦想 当时教我歌唱技巧的老师住在米兰 我很喜欢米兰这个城市 我自然也就一心想要考进米兰音乐学院 作为住在意大利的基础 同时就抱了一些米兰周围规模小一些的音乐学院 就为了能离米兰近一些 我不能说我在Premona这一年满足了我所有的期盼 也并没有事事顺利 或是每次也并没有每次演出都成功 但这一年的种种经历与学习 让我的歌唱技巧 舞台表现往前卖了一大步 最主要的是把我内心这个 因为身体状况而焦虑 紧张的结一点点的被解开了 我不能说我完全走出了这个阴影 因为现在每一天我还是在经历神 从下一个星期之后 我要回到美国彩排 来丑觉和相亲即逝 并会在同一天演出这两部歌剧 那对我来说 尤其是经历过身体上试炼之后的一大挑战 但既然神把这个机会摆在我的面前 我相信神也会给我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人为了钱焦虑 为了考试或者工作焦虑 为了家庭或人之间关系也忧愁 在经历神给我们的功课后 我还是会焦虑 我经历这些我还是有焦虑的感觉 可相比从前 我学习放下很多 其实很多事情不需要特意去掌控它 考试像我们很多学生 考试过还是不过也不需要有特大的压力 我是这么觉得 因为过程结果好坏如何都有神的安排 每一件事都是学习成长的地上 当我们真正学会看淡 并不去操控每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在耶稣里的喜乐与满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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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